兩班子僭建出息,班勢更好招職 我僭建問題 在司法程序結束之後 我會開始報告,向大家報告 正所謂上糧不正下糧歪 何況你老闆是屍歪 留下那班離開街 你老闆不吃,吃叉燒 兩班子要多麼出息,大家有目共到 好似訴局長,意見接受,態度照舊 原本違法維封的花槽拆了 金屬圍欄就變了玻璃圍欄 勝利再潛建變了露台 特別外圍了圍欄,方便出去做清潔 這是另一個理據說他做圍欄 但問題是在建築物條例 現在他們的準則來說 在花槽外面做圍欄 應該要有申請才能去 蘇錦良說,整個工程是屋羽處認可 等近處方來試冊 不過有同類潛建的屋苑就被人釘契 但局長就繼續升呢? 是否選擇性執法?自己想了 經過我們發掘,原來不少行會成員 都繼承了CY的潛建癖號 他跟兒子的大埔豪華的屋 天台和露台都是潛建的 又在官地潛建為場 做了個私家花園給自己 去年5月被人踢爆,到現在都未肯拆 你猜只是大宅才潛建嗎? 建峰在柴灣的成興大廈平台位 就潛建了半層鐵皮屋 大約974平方尺,拿來做辦公室的 這個呢,我都理解到以前是有一些 因為很久了,很久了 我也都叫了公司的人去處理 他位於秀神山川道的家 露台封了窗,茶屍未淪華 原本以為屋羽處批准的裝修工程 包在露台,但今年6月才不包 說在找人盡快拆除它 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 一定要是加倍、認真去確認 自己是沒有迷法 整個人的評審都會有問題 上任半年都未夠 就有三分一成員醜聞前身 真是和亞洲亞洲一樣 信你一成,上目失明 好嗎? 好嗎?